再来关注苏丹武装冲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苏丹武装冲突双方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 为争夺该国东南部的几个州 展开激战 导致战火逐渐向东南部蔓延 连日来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 在森纳尔州 以及周边的白尼罗州 清尼罗州持续交火 这几个州都位于苏丹东南部 与南苏丹接壤 目前快速支援部队 已经占据森纳尔州大部分地区 并以此为基地 继续向东南两个方向挺进 为阻止对方的攻势 苏丹武装部队向该地区 增派了大量援军 同时持续出动战机 对快速支援部队的军营 进行大规模轰炸 快速支援部队20号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在森纳尔州的 最高指挥官比锡 当天早晨在苏丹武装部队 发动的空袭中身亡 声明称 比锡预袭时 正计划率领部队 向清尼罗州进发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19号 对森纳尔州战事升级 表示深切关注 称 战火已导致 当地约13.6万人逃离家园 该机构海警告称 战火切断了途经森纳尔州的 主要粮食和燃料供应路线 该路线是为苏丹数十万人口 提供援助的生命线 此外 世界粮食计划署 位于白尼罗州的一个大型物流中心 目前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 严重限制了人道援助机构 在该国东南部的救援工作 去年4月15号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 在首都喀吐木爆发武装冲突 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持续一年多的冲突 已造成超过1.8万人死亡 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